聽點! ungen今現在 voir An Towler 上月嵗 全港唯一驗柳車隊 上月嵗 我買個條單位 上節原道 好了,我經過共享空間,入到這個很先進的走廊 再進去會所裡 多漂亮,真是不錯 會所設施的,我們就參觀完畢 我們直接上單位驗頭 滾呀滾呀滾呀 我們通常會先試電器 洗機是重點要試的 因為洗機的,很多時候還未接駁電源 要不就是入水位,龍口未開 要不就是去水,去水問題也多 有時可能是流水出來 也有時接駁在後面的位置,覺得不會流水 但現在廚房開放式,通常都是 加過這些鋁片做收口位 但這個位置現在就沒有了 好了,我們再看看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也沒有了配件 我們再試試這個抽煙機 開了這個抽煙機 我們也會先上山口看看 看看 看看吧 是否有問題 有沒有穿空 看見沒有流風 也沒有穿空 上面也很乾淨 沒問題 好了,來到上月嶺的洗手間 我們座椅一按亂 就不停流水了 在甲船上也有少許 也有合格 彈弓去水位 是壞了 按完之後,馬上彈回 上來 還有台面也挺嚴重 有很多花痕跡 它本身不是這種顏色 不是啞身的 其實它下面是亮身的 不過它是刻意 因為它是刻意 因為它是花痕跡 就再打磨到變瓦身 所以你看到有煙氧色 這塊石應該是這樣的 來到上月嶺的廳 這裡用了灰色的牆身 很少發展商這樣做 除非要對自己的油漆質素很有信心 否則灰色會容易出現問題 事實上它很大膽 而且問題都很明顯 看到裂痕 會浮現 瑕疵會浮現 上月嶺是比較時尚 和潛伴的設計 長身用為灰色 是適合潮流 但很容易讓我們找到問題 可能這些業主肉眼都可以看到 長身裂紋 現場我們繼續找問題 來到房間 其實它用木雲磚也是不錯的 但是磚的質素一般 譬如這些位置已經敏了 也有很多積的瑕疵 長身裂紋 因為灰色 容易看到 瑕疵是明顯的 瑕疵是明顯的 另外就是 來到豬人房 玻璃就差一點了 真的很明顯的 花痕 對 花痕 我們黏了很多 玻璃很多 可能要換 這塊玻璃是要換的 好 我們馬上又試這個露台 射水 那邊那邊都要試 燙窗很容易漏水 好 試完水 就馬上出來 倒水 試完地台 突擊到 看到 一灘水 漏著 完全動不動 完全沒有流入的跡象 你看到這個瓶水斜 就知道 瓶水豬 竟然有少少少倒斜 你看到這裏 這裏是一個露台 前面有個去水口 師傅 來到露台位 其實那些瓶子都做得不錯 好 但是呢 有些位置 譬如是 裂了 這些位置裂了 越來越回 然後呢 就 跡 很髒 因為它深色 容易顯出問題 最後就是 露台位 有些位置 真的做得一般 好像這些位置 就未收口 又爆裂 那樣 這些就要小心一點 如果進水 好,不要 很重要 這個 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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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育